在2014年12月 2Body被正式推出 但在此之前 2Body的所屬公司 已經圍繞YouTube建立工具整整15年了 他們的使命就是 讓所有的內容創造者 都能更好的進行他們的YouTube頻道 在8年後的今天 2Body已經被安裝了500多萬次 有很多幾十萬上百萬的YouTuber 都在使用2Body 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也多次推薦了2Body的工具 但是自從從2022年以來 有越來越多創造者產生了懷疑 這被大家公論的YouTube頻道掌門神器 到了現在還管用嗎 哈囉大家好 歡迎歡迎歡迎我的朋友 我是Greyson 只要能夠YouTube頻道 在網上打到自己一個人的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既然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的一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欄 也可以找到很多進入8Body的工具 我在一開始 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的時候 就開始使用了2Body的工具 所以到現在也已經使用了兩年多的時間 所以我能夠很誠實的告訴你 如果你認為你安裝了2Body 就能夠獲得更多訂閱數 還有觀看量 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你聽到剛才我所說的話 應該會覺得很驚訝吧 更準確來說 單獨使用2Body的工具 並不會讓你頻道成長 那是因為你需要知道 2Body它只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而你頻道是否能夠成長的重要技術就是 YouTube算法是否能夠推薦 所以你必須首先知道 YouTube算法是邏輯型的 然後再配合上2Body的工具 因為2Body會引導你去製作 觀眾喜歡 並且YouTube算法也喜歡的影片內容 很多人在使用2Body的時候 常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通過先把影片製作好 拿在上場的YouTube上 在這個時候 通常開始使用2Body的工具 去做一些關鍵詞的優化 這問題在於 你已經確定了你的影片話題 所以在這個時候 再使用2Body的關鍵詞收集的工具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微圖算法從來不是幫助你的影片 去找到它們合適的觀眾 而是以觀眾為核心 去找到觀眾它們最適合觀看的影片 YouTube算法的使命就是 了解觀眾的興趣 找到觀眾最喜歡觀看的影片 從而到這些觀眾 停留在這個平台上越久越好 這樣YouTube平台 就能獲得更多的觀看收入 當你知道YouTube算法 是為了幫助觀眾 找到他們想要觀看的影片 而設計了之後 你作為內容創作者 你要去製作 觀眾會在這個平台上 搜索的話題內容 這個時候2Body就派上了利用場 在我們使用2Body的關鍵詞搜索工具之前 你在心裡面需要有幾個 你想要做的影片的話題 這影片想法可以從你評論區裡面 觀眾留言裡面發現的想法 或者說你同理應的頻道 他們頻道裡面熱門的影片 或者是在他們評論區裡面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話題的啟發 在你準備好幾個影片話題之後 你可以用2Body來幫助你決定 這幾個話題裡面 有哪一個話題是最適合你去製作的 也就是說 當你製作了這話題的影片之後 這部影片能夠保證給你帶來流量 去幫助你的頻道成長 在展示給大家 如果使用2Body的關鍵詞搜索工具之前 我會覺得這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夠為這部影片點個讚 這樣我就知道 你喜歡這部影片 並且對我們頻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 如果你還沒安裝2Body 我會把下載鏈接放到評論區 大家可以進入到這部網站 就可以免費安裝2Body 然後就可以打開YouTube 在右上角就有2Body插件 這裡我們找到這個選項 Keyword Explorer 我在這裡面就可以輸入一些關鍵詞 例如以我的頻道為例 我就可以輸入關鍵詞影片剪輯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2Body已經推薦了很多 關於影片剪輯的延伸選項了 這個功能也是在YouTube上面有的 但在搜索裡面輸入一些關鍵詞 YouTube也會推薦給你一些相關的 觀眾又在平台上面搜索的關鍵詞 然後我們點擊這個XBody 很多人在使用2Body的時候 都會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當他們看到一個關鍵詞 它的分數不高的時候 就會認為這個話題不適合製作成影片 2Body給出的這個分數 是根據下面的一些信息決定的 首先第一個數據就是 搜索量 影片剪輯的搜索量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要看到 第二個數據就是 競爭度 影片剪輯這個關鍵詞 它的競爭度偏高 在影片剪輯的搜索結果裡面 有接近300萬的搜索結果 所以你單單是圍繞這個關鍵詞 去做影片 你的影片是很難得要流量的 所以總結起來 影片剪輯這個關鍵詞 它的搜索量很高 但是它的競爭度也很高 這會導致它的分數不高 因為2Body不希望你做出來的影片 會有很多其他的影片進行競爭 這樣的影片就很難獲得流量 這個時候我都會使用另外一個技巧 就去查看一下相關的搜索 例如在這邊裡面 2Body就會提供給你很多 關於影片剪輯相關的搜索 例如我選擇第一個影片剪輯APP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分數立馬變成非常好了 我們可以來繼續看一下這些數據 首先第一個就是搜索量 搜索量還是很高 接下來就是競爭度 可以看到競爭度降低了很多 從剛才的300萬個結果 到現在的接近130多萬的結果 這就為著 如果圍繞影片剪輯APP去製作影片 我的影片更容易被觀眾發現 大家在使用2Body這個 關鍵詞搜索功能的時候 一定要首先提供一個 範圍比較廣的關鍵詞 然後再根據2Body的推薦 去細化這個關鍵詞 這個時候你就更加容易找到一個 更適合你製作的影片話題 這個話題是 觀眾在不斷搜索的 但是它的競爭度是相對較低的 另外大部分的影片 不是一上傳就能夠獲得很多流量的 它是具有季節性還有時間性的 有的話題會在某個時間段 被大量的觀眾搜索到 那麼這些話題的影片 就會得到非常多的流量 在2Body的 關鍵詞搜索工具裡面 也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會展示給你 觀眾對於這個關鍵詞 他們興趣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裡就會展示出 在30天和12個月裡面 觀眾對於這個關鍵詞 他們興趣程度的變化 我們可以首先來看一下 30天 觀眾對於影片剪輯APP 他的搜索興趣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 在3月15號之前 影片剪輯APP 觀眾的興趣都是為0的 然後在16號的時候 觀眾的興趣就會增加 然後結果又降低 然後又開始增加 在24、27、28號的時候 觀眾都是有興趣的 這裡我推薦大家 看12個月的情況 這裡就會更主觀的發現 觀眾在哪一個季節性的時候 會更加感興趣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在2021年5月16到22號的時候 觀眾對於影片剪輯APP 這個關鍵詞 他們興趣是非常高的 然後也可以看到 在最近 觀眾的興趣是開始上升的 這裡有一個位置 如果現在開始製作這部影片 我的影片會獲得不錯的流量 然後你可以找到 谷歌這個選項 因為谷歌是擁有YouTube的 這裡能夠讓你知道 你這部影片是否能夠獲得 和谷歌流量 同樣是看12個月的情況 觀眾對於這個關鍵詞 他們興趣是非常有的 但在最近 他的興趣度是下降的 所以這部影片 從谷歌裡面獲得流量 就會變少 從這個圖裡面 你就能夠預測到 當你發布這部影片之後 這部影片 會在什麼時候獲得很多流量 被很多觀眾搜索到 或者你也可以有策略的 在觀眾最感興趣的時候 去發布這部影片 就能夠讓這部影片 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獲得大量流量 建讀算法 也能夠把這部影片 推薦給更多觀眾觀看 成為有潛力的 打造一部爆款的影片 很多都安裝280 但是沒有使用正確的方法 去使用它 所以就會覺得沒有效果 到現在為止 我使用280已經兩年多了 它真的幫助我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看完這期影片之後 能夠學到280 正確的使用方法 當然大家也需要知道 YouTube算法是螺人形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我這期影片 我會告訴你 2022年最新的一路算法 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讚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點我頻道 如果想要更多的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也可以找到很多 經濟的爆炸工具 我們下次見 掰掰